好好吃的雪Q餅 搭配椰蛋氣氛 真的好應景 跟著老師一步驟一步驟的製作 抓準胚膊 就可以完美製作出 這讓人流連忘返的好滋味 好 那就開始翻 好 這時候火要記得關 可以來體驗椰蛋雪Q餅 可是有目標的 這群學生撇開自己不喜歡的菜 把營養吃下肚 徹底解決營養午餐剩餘的問題 現在的孩子常常 不太愛吃青菜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的午餐秘書 還有我們的營養師 他們就想盡各種辦法 除了說讓廚房阿姨 把菜做的好吃之外呢 他們也想了一些策略 那其中一個就是舉辦這個 午餐菜筒吃光光的活動 優勝的班級 營養師跟五蜜呢 就幫他們安排了 可以有一些手作點心的活動 小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愛 大家之前都沒有把菜吃完 因為他們覺得菜很難吃 而且又很苦 但是為了這次比賽 所以他們才認真把菜吃完 我很感謝學校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都學到很多 鼓勵孩子攝取均衡營養 師長用心良苦 而在耶誕節前夕的成果體驗 讓師生留下難忘的回憶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謝謝 下次再見